企业想要历久不衰 在今天这个天灾人祸随时都可能发生 都不会太意外的年代 真的是很难 除了要保持活力创新 还要懂得冲突妥协进步的哲学 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的长寿企业 声宝集团董事长陈胜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 大环境在这几年是变得越来越不安定的时候 陈董事长还是如何带领着大象跳舞 让这一个传统的台湾企业退下了老旧的外衣 变得时尚又好玩 欢迎董事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董事长我们知道您所掌管的这个企业在台湾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在台湾创业到现在已经是有85年的历史了 这是我们本土可以说是家电大厂 那么看着这几年来因为不同的疫情 包括了将近是20年前的SARS 还有到了MERS 到这两年所爆发的新冠肺炎 以及国际局势这样不稳定 所造成的种种政治的风险系数 越来越高的问题 交集之下 很多的企业其实现在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您所掌管的这个长寿企业 不仅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 大手笔花了27亿 在台南建造了新厂 还在去年写下了相当不错的营收的成绩 师傅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营哲学 好 谢谢 我想经营企业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事实上我们经营的阶段 是时常会碰到各种情况 各种环境的变化 各种逆境 所以我们在经营的基本理念 就是说有什么困难 我们就要去克服它 那这几年的的确是 这个经营的困境蛮高的 第一个就是说疫情的因素 还有这个战争的因素 还有各种成本上升的因素 所以我们基本上说不变一万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怎么提升整个经营的效率 第二在产品上 怎么样提升它的附加价值 能够用更少的材料 可是创造更新颖的产品 那在人员用 人员方面我们也既样的效率化 所以事实上每一次的考验 都是给我们自己检查 自己在让自己更强壮的一个环境 所以整个来讲 我们做了很多的应变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谈一下 那整体看来我们还算是蛮应变 还可以的一个企业 您为什么会这么的大胆 遇到现在是百年一遇的这种 大家都没有经验过的这种疫情 然后又是现在又遇到了战争 那么在去年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 您还敢花上了27亿 在台南设这个厂 为什么您要把你的厂 就是在台南有这样的一个延伸呢 事实上我们投资台南不是最近的构思 事实上五六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我们是认为说整个南北不平衡的 而且南部的成本率相对比台北低很多 而且它的员工比较充足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二零一五一六 就已经考虑就要工厂 一部分工厂要南签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算是提早应变 那现在大家都急着往南签 可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相对我们过去的成本也比较低 所以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确做一个很 非常大胆 很好的一个决定 大胆是没有大胆 因为我是一直看好南部 因为您跟台南有非常特殊的感情 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 不瞒你说我大学就在成功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对台南一直保持一个联络 心里有一种那种感情 而且我一直跟成大都有来往 而且也是2018年的杰出校友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说台南是一个 非常好的发展基地 那我到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真是选对了地方 就这几年我们看到南部的发展 也是就是已经就是 急起直追北部的这个 北部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们大家都在说学无止境 那么这几年下来很多的企业老板们 学的经营学可以说是不断在创新 而且是已经到了可以说是日日新的一个境界 撇开种种政治的因素不谈 但是您要顺应潮流端出符合年轻人所喜好的行销方式 就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您真的是也很不简单 一个传统企业的家电大厂 在您的手中可以变得这样时尚又好玩起来 是什么原因让你可以拥有比年轻人还要热血的想法 我几次跟董事长的接触觉得您心境非常的年轻 我想心境年轻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 跟企业的传统不传统也没有原因 不过基本上是说我们虽然是传统企业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时代都要使用的 那当然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使用 所以我们公司不管在产品上心态上 一定要有年轻人的想法 才能够在市场上占一席之地 那我个人应该是 本来就是老玩同行的 虽然是七十多岁 可是我其实对年轻人喜欢的事 我也都很喜欢 所以也会常常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公司本身也要适度的年轻化 让更多年轻人在公司负责 那他们就会导引出一个比较年轻的方向 所以基本上我还认为我们公司年轻人都很好 跟企业的年纪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心学很多 董事长您学的是水利 可是您的创业发展项目是选择的是压缩机 那么现在您在经营家电大厂 就在您的关系企业经营的项目里头 我们居然发现 您最近还有这个 您有开这个日本怀石料理 甚至还有这个日本的核食 我们想知道说 为什么会这么多元化 又这样多样的经营 董事长你好像每一个项目都做得风风火火 是不是可以传授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好的精英视野 跟扩大投资的眼界 我虽然大学学是水利 可是我进入企业的时间蛮早的 应该已经四十多年 那这个中间我创业不只是压缩机 我事实上做过很多的事业 各种不同的 当然有失败也有成功 那当然现在留下的都是属于成功的企业 所以就是说 我是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个要有一个比较宽的视野 是 就是说看事情不要太 要可以有比较宽的视野 然后再就是本身要经常要学许 除了说书本上以外 其实我认为常常出国 在国外看人家进步的这个案子 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那可是主要心态你要谦虚 能够接受新的东西 这个是比较重要 可是还要多花点时间 因为你只知道这种新的东西 可是你不深入去认识 你也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我还是鼓励多看 然后多学习 多向专家学习 多向那个有成就的人学习 我想这个是唯一之土 这努力才会有结果 不是说每个人不是成功 都不是天生的 成功不是天生的 同学长你为什么一个家电大厂 你会对于经营餐饮 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跟想法 因为家电就是 每个人生活有关的事业 那我们也做很多吃的相关的产品 那其实也是因缘聚会 刚好日本 日本有一些朋友 然后认识一些餐饮的业 那我觉得台湾人对日本的 日本的核食是很有兴趣的 可是我看整个台湾 都是还没有一个真的 能够代表日本的 日本料理 因为现在你有寿司 或是有拉面 或是有下不下不 可是都是一种个体的 那我们现在核作顽固 它是整体的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 几百种的食物 也有寿司 也有各种核食都有 所以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话 我们引来台湾的话 就是可以让台湾的国人 比较认识 更好的日本料理 同时有时候也不要去日本吃 在台湾吃就可以了 给大家一些方便 是 那这个目前我们就开了四家店 这个 当然我们目标不止四家店 还要继续推广 那觉得这个效果已经开始产生 是 所以 其实跟我们深宝也是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将来就要做很多 这相关的产品出来 明白明白 董事长 深宝企业集团在台湾创立 已经屹立了85年之久 在传统的想法里头 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应该都是以家人为优先考虑 可是我们知道说 董事长您的想法非常的前瞻 您说要传贤不传子 再不久您的家族事业 就要成为百年的老店 老字号 您要如何确保创业的初衷 在传承之后 依然可以擦亮了这一块招牌 我想法是这样 我本来 我已经把家族企业改成 叫做企业家族 企业家族的意思说 现在在我们公司 员工培养出来的人才 都是我们家族的一员 所以我们是希望 从里面来选择接班人 而不只是说我的儿子 那是 其实传贤不传子 这个好像也是不对 因为指导有贤的话 也是可以传 应该是说 传给适当的人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对企业的下一代 有责任感 不只是说对儿子有责任 所以我是认为企业家族里面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员工 都是我们未来的接班人的对象 而且就是说我们在构思中 让怎么这样 利润怎么再分配给他们 因为你不能说只传个位置给他 你将来他还要有控制权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在继续研究中 但是家族企业 改成企业家族是我的基本理念 所以我是认为企业家族里面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员工 都是我们未来的接班人的对象 而且就是说我们在构思中 让怎么这样 利润怎么再分配给他们 因为你不能说只传个位置给他 你将来他还要有控制权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在继续研究中 但是家族企业 改成企业家族是我的基本理念 那么现在受到了恶物战争的影响 这个原物料货运价格又高涨 想请问董事长 我们本土的家电大厂 应该要如何的因应 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是这种黑天鹅就忽然产生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回到 经营的老观念 第一个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要怎么样提升我们的经营效率 在产品的设计上 能够看成材料能够用得比较少 另外就是说在新的工人 让它的附加价的提升 然后就是全面的对 就是说检讨自己的经营的模式 包括运送的成本 包括这经销的成本 整个全部要检讨 尽量把成本收到能够降低下来 来抵抗这些成本的上升 或是未来的通膨 这个就是说我们领薪 就是要做这些工作 那我相信我们的团队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就朝这个方向来继续努力 是是好谢谢董事长 有专家就在分析 长寿企业经营的秘诀的时候 下过这么样的一个注解 他们认为说老店卖的是不变 那么企业卖的是改变 但是核心不会变 从今天我们董事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经营心法 我们就可以深刻的提悟到了 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涵 那就是All in new 在传统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方法 在新的做法里头 要融合好的传统 长寿企业也能够因此 永保一颗年轻跳动的心 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 来到百忙当中抽空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宝慧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